一覺起床全身腰酸被痛 恐怕是睡姿不良了 研究顯示睡覺方式 可以觀察個人狀態 光是測睡 如果膝蓋彎曲 代表是個冷靜可靠的人 不過如果手腳都抱起來 呈現嬰兒式睡姿 恐怕缺乏安全感 需要他人的保護和同理 另外往右測睡 可能會加重胃食道逆流的風險 往左測睡對降低胃酸有幫助 甚至懷孕的媽媽 左測睡減緩子宮對腹部的壓迫 對母親和胎兒都好 右側的話就變成遲到的這個方向 反而是在重心低處的地方 如果有些人就是 噴門比較鬆 或者是說肚子負壓比較大 噴門打開 就會往遲到這邊跑 就會遲到逆流 如果正面朝上養睡 個性積極且享受生活 善於交際 工作上也充滿決心和毅力 不過如果患有阻塞性 睡眠呼吸中止症 養睡恐怕會呼吸困難 要注意 而進階形式兵洗睡姿 整個人好像在立症 適應性很強 目標明確 但也要小心太緊繃 也有人呈現單腳打開的睡姿 大部分很有冒險精神 但情緒變化很快 讓人難捉摸 趴睡的人呢 可能認為是比較冒險犯難 然後比較會熱情的 那至於呢 趴著睡是不是一定會成功 那沒有一定的結論 還有一般人比較少趴著睡 其實可以緩解阻塞性睡眠呼吸 中止症和慢性打寒 而且如果習慣把手臂和腿張開來的話 被認為是領導者個性 有強大的毅力和責任感 離成功更進一步 這位周佳玟 楊強王一廳 台北報導 好 你們好 最後一段時間 粉紅 施 痺 從 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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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